还记得这位身穿背带裤和衬衫来参加比赛的国外小哥吗? 没错,他就是那位拥有阿里的步伐,泰森的躲赏的民间战神 他的绰号叫Flappling,体育精神,非常有寓意的一个名字 身高188,体重200磅,而他的对手比他要重5磅 在身体硬件方面,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体育精神的臂长占有绝对优势,面对对方具有侵略性的进攻 他轻松自如的使用咬赏来防守,对方使用上钩拳来掏他 他依然轻松应对,这时候我们看到他开始反击 前手拳击负,他的攻击距离非常的远啊 打中远距离他的臂长优势非常明显 好了,这时候对方又追着他打 尽管看着被动,但事实上他还是游刃有余 面对对方强悍的进攻,他甚至给出了一个笑脸 方来介绍体育精神目前的战绩为19胜1负 作为业余选手,他的天赋也是显而易见 除了躲闪非常出色之外 精准的进攻也是他的一大特点 而且他非常善于利用自己长手长脚的身体硬件优势 对手突进发起进攻,他再次展示他的摇闪技术 挨了一记肮脏拳击,不过对他来说问题不大 他绕出来给予还击 非常清脆的一记上钩肌肤 应该说是连续好几拳 他要这么打对手可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体育精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他每次打比赛都会穿上背带裤和衬衫 然后你会发现 随着比赛的发展他的上衣会逐渐退去 最后他会脱去上衣 而在他光膀子的时候 他会展示出真正的实力 现在比赛进入第二局 此时我们发现他的手拿的很高 没错,这时候他正在做的是泰森的钟摆式摇闪 尤其是接下来这段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 他就是在模仿泰森 只是说他的身形和泰森不太一样 这时候对手又用上钩拳掏他 他的背带开始脱落 对方一记平勾拳被他巧妙夺过 而且是差之好理 作为业余选手双方的体力开始下滑 不过这问题不大 因为体育精神把真正的技术都留在了最后 他又站在中远距离出拳 对手瞄准他的头部全力挥出一拳 瞄得确实很准但是没打中 体育精神还非常的擅长前手拳 就在双方靠近的一瞬间 他就果断打中对方 不得不说对面老黑也是真的菜啊 连续被打了好几次腹部 但依然没有任何防守措施 好的体育精神接接实实来来记摆拳 不过他果断发起反击 好几个勾拳再次打中对方 就刚才这个步伐 可以说是高度还原了阿里的蝴蝶步 接下来是第三局 这一局体育精神脱去了上衣 对面的老黑一开局就发起猛烈进攻 体育精神看似很淡定 然而谁又能知道他此刻正在酝酿 体内的洪荒之力 体育精神的一顿大扇钩还没掏完 裁判果断介入 对面的老黑遭到了强毒 尽管他本人表示自己并无大碍 然而裁判也并没有放弃毒秒 强毒完毕 比赛继续 体育精神要不要再攻一波直接拿下比赛 对面老黑往前压 体育精神绕出来 上钩拳继续掏 对方搂爆 还给了一记大摆拳打后脑 不过话说他怎么就突然倒下了 这一波走路都走不稳了 抗车造型应该是比赛结束了 这就是体育精神背带裤加衬伤的威力 小哥可以说是天赋一笔